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入剖析 打开视野 这个礼拜世界没有更和平 只有火上加油 很多事情呢不断地扩大延伤 首先看到川普下令打伊朗 最后关头却缩了手 原来他是指老虎 还是说川普现在学会要深谋远虑了呢 另外G20登场的前夕 习近平金正恩上演的兄弟情 除了要增加贸易谈判的筹码之外 还有什么内情是你我没看出来的 以及印太战略还没成熟 先闹了内讧 因为美国跟异度翻了脸 另外所罗门很有可能会奔向北京 这会不会引发太平洋岛国的连锁效应呢 川普的外交战略目前看起来 到处得罪盟友增加了不少敌人 所以美国到底还能够继续伟大多久 我们要请到的今天三位来宾呢 都是大教授 为您介绍包括了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 美欧所研究员 严正生 严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明治党立委 郭正亮教授 以及中华金融研究院大陆所的顾问 金融研训院的精英讲座 吕宗达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吕教授对于财经这方面 真的是台湾方面的权威 今天很多跟你来请教 不敢 不过我们先来看电视上这个画面 这画面到底谁有这样的胆子 把美国的无人机给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还把残骸呢 公诸于世 很多的碎片开了记者会 这就是伊朗 川普看了这个画面当然是生气气 马上军令在手 飞机起飞 战舰就位 本来要打的 据说在打的前十分钟 他却缩了手 请教他三位来宾 在您的眼中 川普突然喊停 是被看破 原来是纸老虎吗 您怎么看他 Yes or no No 吕教授说No 那新闻老师 你为什么觉得他是纸老虎 因为他从上一次竞选总统开始 就对美国在海外用兵 包括在阿富汗在伊拉克 有很强烈的批判 他觉得他当了总统之后 要撤兵 要撤兵的 不会在美国 还是打了叙利亚 对 但这个只是一个飞弹嘛 那这一次他当然 叙利亚不是伊朗 我们这样讲 就是说跟伊朗的这个实力相距很大 那所以这一次他今天 看到的伊朗是打到了一个美国的无人飞机 那他刚好趁机下台 就说哎呀没有人伤亡 他可能是伊朗内部什么 犯了一个错误 将领犯了一个错误 就这样带过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在才刚开始宣布选举竞选年任 他需要美国民众相信 他不会把美国卷入战争 那我相信伊朗也看到这一点 所以伊朗的动作也是非常强硬 那我认为川普今天从现在开始 包括对金正恩的这个态度 他也没有办法 就是一支强迫金正恩走到这个谈判的道路 所以看起来他确实自己吹牛 自己是谈判高手什么等等 然后片面毁掉了很多的这种多边协议 就没有答案嘛 他自己其实没有答案 这一次的缩手伊朗会不会更看川了 你川普不管是加了多少的兵 你就是不会打 我觉得你只要不打伤美国 打死美国人 他大概都不会打 OK 所以这一次刚刚老师提到了 川普还自己帮伊朗找了一个借口 搞不好是你们不小心的 或是一个将领自己的做法 这很妙 因为前段时间还记得吗 这个两艘邮轮包括我们的中游 当时被袭击的时候 美国立刻公布了这个照片 说这是伊朗的自卫队 然后这是他们干的 这个妙了 整个过程 这个邮轮被炸 美国就说你干的 伊朗就说不是我 我没有挑衅哦 那这一回是伊朗打了美国的无人机 我干的 我挑衅 美国说 不是你不是故意的 可能是个意外而已 所以听起来真的是很荒谬 委员你来看 到底川普是看到哪一点 因为川普是利益之上的人 到底是哪一点 让他最后缩了手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考虑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伊朗事实上有找到残骸 那那个残骸可能有一些是在境内 所以就是说你的那个飞行事实上真的有进入人家的境内 那这样你如果摊开证据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出人家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美国真的去报复 那当然他也不会全打 可能打雷达打飞弹基地 可是你不知道伊朗会怎么反应 因为 伊朗他危机感是很深的 就是他没有把握伊朗会 会全面铺开比如说来打你的舰艇 不知道 那如果这样美国就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你认为真的全面开打的话 美国是没有政治利益可捞 他不愿意 因为伊朗实在太大了 而且坦白讲比叙利亚伊朗都强很多 那他不是真派一千个人到这里 根本不够用 不够用 如果美国媒体报导是说他已经决定要打 最后前十分钟说了 是因为军方跟他报告 那如果有这么多的利益考量 或他也没有真的要全面打的话 前面为什么一开始要做打的这个动作 所以现在传出啦 我是听说啦 我说美国可能想要找第三方打 而不要自己出手 可是像沙烏地 或者以色列 对 可是以色列打是没什么道理啦 就是说反而激起更多的这个以牙的冲突 沙烏地 沙烏地最近这个名声非常差 你要是说美国再找他来帮忙 包括这个最近那个记者的这个 公布的这个调查的结果 我觉得大家都把沙烏地看成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国家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再去找他帮忙 我觉得一般的民众不会接受 可是他们有仇啦 对了 他们是有仇 你绝对可以找 可是问题是美国人要支持找沙烏地 我相信很难 美国自己得不到舆论的支持啦 对 美国找不到舆论 因为你说真的 中东美国的盟友就是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 是真的愿意 可能帮美国出个手的 对 但是美国必须要登高一呼 像过往打这个伊拉克什么 登高一呼之后都有联军过来 现在应该要挺美国的应该没有几个吧 就以色列 沙烏地阿拉伯 如果你要找地面代理人的话 因为欧洲事实上认为伊朗并没有违反那个协议 嗯 所以你怎么说呢 因为他还没有超过200公斤啦 是 因为他有一个202公斤的一个极限值嘛 嗯 那目前他还没有超过 所以你找不到理由说人家违反核协议啊 嗯 这个确实是美国的问题啦 好 我们来看从基地角度来看 因为把时辰的给大家看 6月18号当时的美国代理部长说 我们已经增兵了1000人 结果20号就发现 这无人机被伊朗给打了下来 21号川普下令要打伊朗 结果前一刻取消了攻击的命令 据说当时的美国战斗机已经升空 而且舰队已经就位 但飞弹没有射出去 我这样请教一下吕教授 因为这回不打 不代表说美国真的不想打 因为历任美国总统不止川普啦 都把这伊朗视为是眼中钉 那有一个没有说的秘密 据说一直想要把伊朗控制住 是跟美国的自己他们经济 或者是美元的霸权地位有关 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是这是一个角度啦 不过我们如果从政策学的这个视角来看 其实一个政权的正常性背后 往往来自于说我要去塑造一个敌人 而且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敌人 那么在美国历次这个政坛里面 我发现犹太裔这边还是 掌握政经上蛮大的资源 那我去弄伊朗 我就可以争取犹太裔这边的一个支持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脉络 然后回到刚刚的前面那个题目 我认为美国现在对伊朗 其实还是处在一个斟酌的局面 因为它内部的意见是非常分歧的 国务院国家安全顾问波顿这边 他是很明显鹰派就是我要动了 但是五角大厦 五角大厦这边他是实际上在做军情的 他是清楚就如刚刚国务委员正向兄讲的 伊朗这东西是不能去碰的 我自己因为正好也去过伊朗12天 那个国家是非常民性强悍 而且从2600年前波斯帝国 他一路到这里 除了这40年美国制裁 他都是帝国 而且至少40年他都没有国力 很明显的下缩 而且他团结 因为其他的中东国家 你要搞代理人战争 另外一个美国常做的 就是你搞内部去培养反对势力 或者是反动 策动 但伊朗境内没有什么教派 或者是分裂的这种状况 所以他也无法去挑拨是吗 我来讲一个我在伊朗的观察 这个国家将近八千万人 他女性占了有将近六成 你可以想一下 他从出生一直到他辞世 一路都戴着头招跟面纱 给女性多爱美 你想这个国家 他对于他背后那个宗教实业派 对这个所谓的政教合一 这样的概念 是有何等打从心理的那种 体悟或是说认同 那我就问嘛 以现在世界明治已开 资讯入职发展 谁办得到 然后我在伊朗经历正好碰到 他的独立经验日 就是1979的科梅尼 的独立经验日 整个德黑兰 人山人海 我听不懂波斯文 我就问说 他的喊什么 他说只有两句口号 一个叫打打以色列 一个叫打倒美国 所以我是觉得 我呼应郭委员刚刚所提到 这个如果要搞 他内部的分歧 美国得先克服 再来真要弄也只是有限 因为我觉得美国 不至于当那么笨 去搞一个 这是中东的大国 而且从2600年前 波斯时代 他就是帝国 那我再多举个例子 在伊斯法汉 这个是大概在16世纪 那个年代 伊朗也本身有一个大国 他跟旁边的 厄图曼土耳其帝国 大概打了快400年 然后你看到全部 就是打败厄图曼土耳其帝国 一些纪念的遗迹什么的 我要表达就是说 我亲身在那边所感受到 这国家不能惹 他如果去碰了 觉得他的影响 大过阿富汗 大过伊拉克 这不是一般的国家 他是一个中东的大国 潜力雄厚 然后被美国制裁了40年 其实他 目前还是在所谓的 我们讲的新赚11国 高盛有提出个N11 伊朗也在里面 就代表说 如果解除这个制裁 伊朗是很有条件 挤身世界前茅 这样一个大国 李教授讲说这国家是不能碰的 但是美国不断的想要去碰它 我看一篇文章解读一个角度是 因为伊朗 他基本上他的油 如果从那地方 他国土又过大 海岸线又过长 他如果把油管直接送到欧洲去的话 那欧洲在能源方面是得到安全感的 也因此可能美国的油 或者是美国跟欧洲做生意的时候呢 欧洲就更没有后顾之忧 而且会用欧元交易 会用欧元交易 所以美元Bug低位不保 这是长期来美国一直想要去碰伊朗 主要原因是吗 对 其实不然我们之前所看的 伊拉克都类似 当时海珊也是 他跟国际的石油买卖改用 其他货币计价嘛 那四个这么多人 我们说他有什么化五的那个都没有 就是为了这个 还是为了美元霸权 那么基辛吉在50年前讲这个 到尖海试用 谁掌握货币 谁控制世界 谁掌握粮食 谁控制所有人 那么谁掌握石油 谁控制所有国家 所以确实没有错 再看伊朗 再看中东 你把货币 石油连在一起看 是一个我们平常还蛮习惯的一个角度 所以现在也有人在想说 这个我补充一下 比如说俄罗斯的油要拉到欧洲嘛 那结果就发生了乌克兰的事件 对不对 那中亚的油要拉到欧洲嘛 那中间就隔了伊朗 所以就因为大油库就是中亚跟伊朗嘛 那如果这两个被堵住 那接下来就是中东嘛 那中东基本上美国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你刚刚那个理论就是说 欧洲如果要脱离这个美元石油的控制 那要么就直接接俄罗斯 要么就要接中亚跟伊朗嘛 那结果这三条路都被美国给堵了 那这些东西都由美国的 在当中去做了一些事情 那他就是聪明 这是聪明的帝国啊 所以他就是靠别人的乱 增加美国的墙 但重点是伊朗这一回呢 极落了美国无人机之后 高调开了记者会 秀给全世界看 就这是美国无人机的残骸 其实对于川普来讲 蛮羞辱的啦 因为极落了就极落 你还给世人看 就是我们打下来的 然后也给外界看了 极落的地点 空拍等等 就是说这是在我们的境内打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 川普看到这个东西 当然一定很不好受 不但他还自己去帮伊朗援了一些 他可能怎么样 他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想请教 你觉得说川普眼前 当然最关心的是 他的自己竞选也起跑了吗 他关心的是民调 那如果真的打伊朗 你认为他的民调 可能会像当年小布希反恐一样 拉起来吗 第一个刚回到这个川普决定不打 然后找到的一个理由是说 他问了一下国防部说 万一今天美国真的就像 当时就去轰炸一些伊朗的据点 可能会死伤的人数 他说大概150个人左右 那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死 我们只一个飞机不对的 他说会不会是有点 我们就是国际法里头讲的不合比例 我说哇 这是川普讲的话吗 对对对 我说从来不知道川普还会遵守国际法 就是发动战争的时候 你不能因为不成比例是不对的 是 比如说你今天被一个朋友刺了一刀 然后你就是在他家丢一个炸弹 那这样子不行嘛 对不符合比例 所以川普忽然变成国际法的遵守者 让大家很吓到 那我还是要回到 我认为川普知道 今天一发动战争油价上来 然后会冲击美国的经济 更重要就是 好不容易现在他开始准备要竞选年任的时候 不希望节外生枝 因为毕竟在选举的开始 就是之前民主党当时有那么多人出来 那他好像还蛮稳定领先 可是当拜登出来之后 终于有一个比较 我们这样讲知名度高一点 然后又不是这么左的一个候选人 那看起来民调在很多最主要的关键州 我们讲的摇摆州 拜登都领先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当然要 还要强调他是一个 创造美国这个经济奇迹的一个总统 一打仗 绝对对经济不会是好事 不会是好事 所以经济不好的话 民调也不会起来 因为油马上涨 老布希打伊拉克 那个是很短的时间就打赢了 因为是科威特那个事件 美国的伊朗经验是不好的 你看卡特 他不就是在伊朗人质事件 因为伊朗真的比伊拉克要强很多 是 没有错 因为刚刚老师也提到一点 川普要竞选 投票是老百姓 这个我每天要吃了用的前议长 我是最感受的 马上立即又深刻 所以你看这个 光是伊朗打下无人机这件事情 隔一天他的油价 国际油价涨了5% 所以问一下吕教授 美国因为之前不断的增兵 航母也过去了 这个话已经讲到快满了 有点骑虎难下 那伊朗反制的做法就是 他就是那地方是他的地盘 和我们这海峡他可以控制住 如果美伊不断的升温 像这样的情况一直下去的话 你觉得下半年全球经济 比较担忧的是什么 这国际油价很吊诡 因为本来地缘政治的问题 会拉高油价 可是最近这一波 因为美中的关系恶化 反而油价重创 所以如果我们还要预测 今年年底之前的情势 我们大概认为油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的时候 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角力 一边是经济弱化 能源需求门上阴影 一边是以伊朗中东这边为首的地缘政治 畜生有加 那现在就是两边在交错 我实在也很难在这时候 做出一个清楚的论断 但是库文物质海峡这个议题 我倒是可以提一下 因为我有去过附近 那虽然离得有一点远 但我可以稍微感受那边的一个氛围 包括两一边境 我算是去了一些国家 我很少看到一个国家是十二线岛 然后我就问那个导游说 这个十二线道是不是平常开车的 战争的时候是开 你说两边加起来十二线吗 就是伊朗两一边境 两一边境就是十二线道的高速公路 那我后来从达国这边就确认说 那个两一战争的时候 伊朗的战斗机从那个高速公路 直接起飞入境到伊拉克去轰炸 那霍文物质海峡是这样 在1979那八年的两一战争里面 伊朗确实曾经封锁过 把它当成是一个要挟的一个筹码 那而后我开始来注意这个议题 是大概在六七年前 那时候传出来 因为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边的 这些导弹颇为不安 有可能从特拉维夫的空军基地 直接出兵战斗机 去轰炸德黑兰的核武设施 那这件事情才1980年代 其实以色列空军干过 他就当时去对付伊拉克 他就玩过了 就夏天突然飞出这个幽灵战斗机 直接进到伊拉克去把伊拉克的这些核子的东西给解除掉 所以当时国际一片肃杀 然后高盛曾经在这个议题上提出一个评估 他说如果因为以色列去空袭德黑兰 导致德黑兰当局 伊朗当局去封锁霍姆斯海峡 油价一桶就是直接跳五百块美元 五百当时的评估 对当时的评估是大概六七年前 因为这海峡太关键 我们在台湾国际地缘政治里面谈 这个所谓海峡有七个关键海峡 可能里面最最最重要的是这个海峡 各位如果去看 他等于控制了整个从海湾地区 波湾地区到印度洋这里的海峡很窄出口 然后再来就美国的舰队 总部我论面就应该是设在巴林 所以一直以来 当然这五百块也许听起来很震惊 可是那个报告里有指出说 根据美国在舰队上面的一个军力评估 终时伊朗海军封锁在海峡 大概两天之内就会被美国的舰队给解开 所以我说这是瞬间飙上去 但是美国还有西方门帮 不可能允许那道海峡 长期被伊朗所封锁 因为就如李洋老师刚刚讲 没有人受得了油价这样子飙升 那当然现在已经看到这两天 看到说如果这里出了问题的话 油价直接飙一百 甚至有可能到一百五 然后我觉得这里面 我还是回到刚刚那个基调 我觉得去搞伊朗的事 来巩固犹太裔选民 这是川普的盘算 但他绝对不会在这时候 去搞出一个大规模的战争 搞到油价大涨 然后重创他美国的经济 所以他连任是不利的 所以有的话是 有限的区域的可控的冲突 听了我们这一番谈话之后 可能观众朋友心里面 只有多少有个底 中美的角力可能不会一时半刻解决 但基本上他是有一些脉络 但是如果美衣的情况升温的话 一两天之内 哇那就是 跟我们的荷包很有关系了